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河东谢州城外有个村子叫孟嘉玲 孟嘉玲有个男子叫孟三娃 孟三娃祖上是大财猪,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孟三娃父亲去世时,只给三娃留下了十亩田地 一座宅子,还有三间喂牛的茅草屋 孟三娃十八岁时,父母给她娶了个妻子叫周春草 夫妻俩恩恩爱爱,和和美美 之后,周春草生了一个儿子,娶名孟大贵 孟三娃老时候的,其老肯干,父母去世后 他又用积攒多年的银子买了五亩地 家境虽然不是很富裕,但还比较殷实 十五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小日子越过越红获,然而,儿子孟大贵八岁那年 妻子周春草突发疾病,不知而亡 周春草去世后,孟家的日子虽然还凑合着难过 但家里没了女人洗衣做饭,收拾家务 屋里整天乱糟糟的 而且,孟三娃去地里干活,还要带着大贵 父子俩从地里回来,连一口热水也喝不上 孟三娃本来就累得要死,还要生火做饭 日子过得又苦又累 邻居们都劝三娃再找一个 但孟三娃担心再娶一个妻子 儿子大贵会受苦 如果新妻子再生一个儿子,大贵就更可怜了 所以,她没有再娶 但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八岁孩子 又当爹又当娘 邻居们实在看不下去 对孟三娃说 家里没有女人就不是各家 您又当爹又当娘 我们看着也心疼 再说,大贵长大了也要娶媳妇 而你们家就两个大男人 哪个姑娘愿意嫁到你家 孟三娃想想 觉得邻居们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就准备再娶一个妻子 因为孟三娃家境不错 人又勤劳肯干 所以,周春草去世后 就有媒人来给她说媒 孟三娃告诉媒人 其他方面都无所谓 但必须对她儿子大贵好 过了些时日 没人给孟三娃领来了一个名叫谢玉兰的女子 让孟三娃想不到的是 谢玉兰才16岁 还是个黄花闺女 而且人长得如花似玉 貌若天仙 孟三娃就有点疑惑 心想,我已经23岁了 还带着一个8岁的孩子 人家谢玉兰才16岁 而且如花似玉 为什么要下嫁给我呢 涂我的人吧 我相貌平平 又比她大七岁 涂我的家产吧 我也只有15亩地 一座破旧院子 三间茅草房 孟三娃并将媒人拉到一旁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媒人说 我也问过她 她说她不是那种涂财的女人 如果涂财 早就给财主做小去了 她说她就看你老实厚道 一辈子靠得住 孟三娃对谢玉兰说 你这么年轻漂亮 还没嫁人 而我不但成过亲 还有个8岁的儿子 你真的愿意嫁给我 谢玉兰说 我什么也不图 就图你老实厚道 一辈子靠得住 孟三娃说 大贵她娘去世的时候对我说 一定不要让孩子受委屈 只要你能对我儿子好 我们就成亲 谢玉兰说 我肯定会对你儿子好 但好不好 我嘴上说了也不算 只有一起过日子才能知道 到时候 如果我对你儿子不好 你可以休了我 孟三娃说 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 但说得在理 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再疑惑就是傻了 你要没什么 我们就成亲吧 孙丽人听说三娃 娶了个年方二八如花似语的 黄花闺女 都来看西汉 当看到貌美如仙的谢玉兰 都感觉有点不靠谱 有和三娃关系好的劝三娃 这姑娘不简单 你要多留个心眼 别把你辛辛苦苦积攒的 那点家当陪进去了 三娃说 我知道 我什么也不图 只要对我儿子大跪好就行 他要是对我儿子不好 我就休了他 于是 孟三娃在家里摆了几桌韭菜 请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人来建个政 两个人就算成了亲 成亲后 三娃在田里盲种地 上山砍柴 谢玉兰在家洗衣做饭 收拾家务 带大跪 而且对孟大跪的确不错 大跪对谢玉兰也很尊重 一口一个娘地叫着 一家人的日子倒也其乐融融 三个月后 谢玉兰怀孕冷 增人天候 本来是好事 大孟三娃心情却很复杂 既高兴又担心 高兴的是孟家人丁兴旺 上对得起祖宗 下对得起后代 担心的是 妻子谢玉兰有了自己的孩子 还会对大跪好吗 大跪会不会受委屈 谢玉兰的肚子越来越大 洗衣做饭都不方便了 八岁的大跪就主动承担起洗衣和其他力所能及的家务 九个月后 谢玉兰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孟二贵 谢玉兰要带孩子 所以 很多家务活仍然由大跪做 一转眼 大跪已经十六岁了 二贵也八岁了 但孟三娃突然患病 卧床不起 地利的活全都落在孟大跪身上 好在大跪从八岁起就跟着父亲在田里干活 所有农活他都会 谢玉兰除了洗衣做饭做家务 就是伺候丈夫孟三娃 在谢玉兰的精心照顾下 孟三娃的病虽然没有彻底好 但比以前好多了 可以下地活动了 基本上不要人伺候了 村里都说 三娃有福 娶了个好媳妇 两年后 孟大跪十八岁了 已经到了试婚年龄 孟三娃对谢玉兰说 给大跪娶个媳妇吧 这样 我也就可以放心走了 谢玉兰说 说什么呢 你的身体已经好了 往后还要好好活呢 孟三娃说 我的身体我知道 你就赶紧找没人 给大跪说媳妇吧 谢玉兰将家里所有积蓄拿出来 给孟大跪娶了一个教 大跪妻子是个乡下姑娘 看上去很是温顺 不仅对大跪很好 对公公婆婆也很是孝顺 对小叔子孟二跪也很好 然而 大跪刚成完亲 孟三娃就去世了 走的时候脸上带着笑意 大跪悲痛不已 哭得十分伤心 为了给她成亲 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现在父亲走了 连买一副棺材的钱也没有了 谢玉兰把胳膊上的镯子取下来说 大跪 别担心 把这个镯子当了 给你爹买一副棺材吧 大跪很是感激 给继母磕了一个头 又喊了一声娘 安葬了父亲 大跪觉得家里一下子空了很多 过完头七 大跪便开始去地里干活 孟三娃走了 大跪娶了媳妇 孟家吃饭穿衣的任务 落到大跪媳妇身上 孟二跪只有十岁 地里活一点也不会 只能让大跪一个人干 也就是说 孟家目前的状况是 洗衣做饭收拾屋子等家务活 基本上是大跪媳妇一个人干 而种地更是孟大跪一个人干 也就是说 大跪两口子养活继母和小叔子 这种状况 时间短了还能凑合 时间长了 大跪媳妇就不干了 闹着要分家 分家很正常 弟兄们长大了 成家了 迟早得分家 然而 孟家的情况比较复杂 分家比一般家庭难度大 按说 分家也简单 二跪还小 只能和母亲一起生活 只把大跪两口子分出去就是了 然而 如何分家 却成了问题 大跪勤劳肯干 不管分多少财产 以后的日子都不会很差 但二跪虽然精明 但从小有点浇灌 地利的活什么也不会干 财产分得再多 以后的日子也让人担心 另外 对谢玉兰来说 二跪是亲儿子 大跪是妻子 她的意见很敏感 让她主持分家 怕大跪两口子有意见 所以 谢玉兰请了村里德高望重的组长来主持分家 然而 谢玉兰的做法让组长和大跪两口子大吃一惊 组长说 你们家现在有十五亩地 两头牛 一座宅院 三间草房 十五亩地五口人 每人平均三亩 大跪家分六亩 二跪和父母三人分九亩 将来父母百年之后 二跪再给大跪一亩半地 宅院现在一共八间房子 父母住两间 其余六间 弟兄两个每人三间 三间茅草房 一人一间半 其他生活物品 也按三份评分 组长虽然已经分得很细了 但家庭生活 柴米油盐酱醋茶 锅碗瓢勺 痰痰罐罐 真要分清 怕是三天也分不清 组长刚说完 谢玉兰说 这也太麻烦了 我说说我的意见 组长说 那你说吧 但你的身份特殊 要尽量掌握公平 谢玉兰说 这世界上就没有绝对公平的事 差不多就行了 组长说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你说说怎么分吧 谢玉兰说 我和二跪都不会种地 要田地和牛都没用 大跪很快就会有孩子 还要养牛 所以家里的田地 牛和宅院都分给大跪两口子 把那三间茅草房分给我和二跪 但茅草房子里没有床铺 就把西厢房里那个旧床铺分给我和二跪就行了 组长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就又问玉兰 你说啥 你和二跪只要三间茅草房和一张旧床 我 我没听错吧 谢玉兰说 是的 您没听错 组长说 玉兰 不要的 不要牛 你和二跪吃什么 这对二跪不公平 谢玉兰说 我说过 这世上本就没有公平 就这样了组长 大跪老实厚道 坚决反对继母这样分家 就连大跪媳妇也不好意思要孟家的全部田地和宅院 但谢玉兰说 大跪 别争了 你爹走了 我就是当家的 我说怎么分就怎么分 我把组长叫来 只是做个见证 村里人听说大跪和二跪分家 本想着三娃去世了 谢玉兰会偏向自己亲生儿子二跪 给二跪多分一些地和房子 想不到谢玉兰竟然把地和宅院全分给大跪 只分给他和二跪三间破草房和一张破床 议论纷纷 有的说 真想不到谢玉兰这个后娘这么好 有的说 这个谢玉兰太傻了 不要宅院 住在茅草房里也罢 但不要一分地 他和儿子吃什么 这时 一个老乞丐来村里讨饭 边走边唱 世人都说神仙好 唯有仇恨忘不了 世人都想做神仙 这个女人不简单 有人说 老叫花子 你哼哼唧唧瞎唱的啥 哪个女人不简单 是不是想女人想疯了 老乞丐说 世人皆罪我独行 给点吃的行不行 众人都听得大笑起来 有人给了老乞丐一块嬷嬷 老乞丐接过嬷嬷又唱道 世人只知了了了 唯有这位老哥好 唱完拿起嬷嬷边吃边走了 很快 谢玉兰带着十岁的二柜搬进三间茅草房 空荡草房里 除了一些锅碗瓢盆 养父被褥外 还有一张不知什么年代留下来的破床 然而 三个月后 村里人突然发现 谢玉兰和二柜母子俩不见了 三间茅草房被大柜养了牛 消息灵通的人说 谢玉兰在镇上买了一座宅院 又在乡下买了一百亩地 家里还雇了很多长工伙计 变成了财猪婆 于是村里人又开始议论纷纷 真是奇了怪了 这谢玉兰家是天上掉馅饼了 还是突然挖了个金娃啊 明明只分了三间茅草房和一张破床 怎么突然就发了呢 有人就对大柜说 大柜啊 是不是你爹留下了很多银子 让你后娘给妹了 大柜说 我继母不是那种人 有人说 三娃就那十五亩地两头牛 一家人能不饿肚子就不错了 哪能留下那么多银子 这时 那个老乞丐又唱着小曲来了 世上哪有不偏心 唯有良心只千金 村里人说 老叫花子 别卖关子了 把你知道的快告诉我们 世人都说神仙好 别人家事别知晓 老乞丐一边唱一边走了 原来 孟三娃祖上是大财猪 家财万贯 富甲一方 孟三娃的父亲娶的是谢玉兰的娘 谢玉兰娘家也是大财猪 谢玉兰出嫁的时候 娘家只赔了一张牙床 并告诉玉兰 一旦有一天遇到大难了 就把这张床的四条腿当柴烧了 玉兰那时很小 不知道父母为啥这样说 也没在意 嫁接孟家后不久 才发现丈夫是个赌鬼 天天往赌场里跑 父母管不了 最终被儿子活活气死 但父母的死并没有让儿子回心转意 反而越赌越厉害 很快就将万贯家财 输得只剩下十亩地两头牛 刚成亲不久的妻子 也就是谢玉兰的母亲 劝她不但不听 反而把妻子卖给一个商人 不久 孟三娃的父亲喝多了酒 强行占有了家里的丫鬟 生下了孟三娃 而那个商人后来又把谢玉兰的母亲 卖给了青楼 几年后 谢玉兰母亲从青楼逃了出来 嫁给了一个老实厚道姓谢的男人 和这个男人生下了谢玉兰 谢玉兰长到十三岁时 母亲患病去世 临终前 告诉女儿玉兰她的过去 并嘱咐玉兰一定要把孟家那张床拿回来 一旦遇到艰难过不去的时候 就把那张床的四条腿当柴烧了 原来 当年谢玉兰她娘出嫁的时候 父母担心女儿有一天落难 便在四条床腿里藏了五十两黄金 分家后 谢玉兰将四条床腿拆下来烧了 就发现了五十两黄金 便将黄金兑换成五百两银子 买了一个展院和一百亩田地 又给了大贵一百两银子 并嘱咐大贵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